五一月 两名工程人员踏在瓦砾堆上 小心翼翼的把橘色猫咪抱在怀里 接着站进吊篮内缓缓降落 就怕喵亲人受到惊吓 工程人员右手轻轻安抚 看到毛小孩终于被救下 现场人员急忙电话联系 营造公司人员一路拔腿狂奔 冲进封锁县内地上宠物笼 接着交棒骑上机车 把猫咪送到宠物医院 猫咪现在刚送到我们动物医院 我们现在医疗人员正替他做一些检查 那目前看起来生命状况都还稳定 为了救猫折返大楼 康老师罹难后 上万名网友曾同时上线观看救猫行动 受困11天猫咪一脸惊恐的被救下来 回顾这一天13号一早 猫咪被发现缩成一团靠在墙角 被大刚摇拆除的巨生吓到后又躲了起来 接着又在下午2点 被发现整个生子躲在钢筋中 利用监视器确认他有没有在施工范围内 他有发现然后会把他驱赶走 看可不可以把他赶出那个低楼层 天王星大楼内的毛小孩 近期受到不少人关注 前天顶楼上的鸡陆续被救出 其中一只因为线路卡住 吊挂在石堆中 现在自行脱困 但不见踪影 备受网友关注的动物们 在拆除工作进行间 等待一线生机 三十七万里面